这个品牌哦 对马来西亚人来说 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很多人会说 这个牌子买回去 可能修很贵 可能问题会很多 也有可能 review value会很差 不过那其实 我查一下看 其实那是十多年前的故事 一直延伸到现在 就是人传人的一个故事 可到现在的今天哦 Persio已经是 Stelantis 法国直接带你进来的 而且这里有一个科普就是 其实 Persio是全世界最古老的 汽车品牌第一名 然后还没有开始 我们的影片介绍之前呢 记得先让我们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那今天带来的这一台呢 就是Persio 408 在国外呢 它有个名称叫做408X 因为呢 它不是以前的 Sedan的样子了 它现在全新的408 就是长这个样子 它是crossover 也比较像是Coupe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Coupe Crossover 你看看这台车的车头 非常的凶狠的 然后一般上 如果一台车很美的话 可能它车头美 车尾就欠一点 或者是它车尾很帅 车头就好像比较嫩一点 可是这台车 我跟你说 这台车 这是车头跟车尾 都是很帅很美的 你在路上看到这台车的话 你一定会吓到 就说 哇 这什么车啊 那么Persio 408呢 总共有卖三个款 也就是Alleur Premium 还有GT 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呢 就是中间的Premium版本的 可以看到 Rim是黑色的话 它就是Premium 如果它Rim是Grey Color 它就是Alleur最低版本 然后这一款 跟GT的分别 就是头灯跟尾灯 如果是GT的话呢 它的尾灯是这样打鞋的 LED 头灯也是更加帅 更加美的 还有就是里面 有些都非常不同 可是我们再进去里面 再看看 还有就是很多人说 这一款车的车尾 看起来很像Lamborghini Urus 你觉得它像吗 我倒是觉得 有80%的相似豆 可是呢 它就像这个压扁了的 Lamborghini Urus 那么从外观上来看呢 最直接看的就是这个Rim 因为呢 如果是Alleur跟Premium呢 它是用这支18寸的Rim 然后设计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GT的话 它是20寸 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外观看的话 它唯一不同的 就是这里而已 那除了外观的 一点点不同之外呢 三台车 不管你是买Alleur GT还是Premium都好呢 引擎都是一样的 这一副的引擎呢 是PureTech 1.6 Turbo 最大马力值为218匹 最大的纽级300 然后搭配的是 XAT巴速的自动波箱 然后你可以想象到 1.6 Turbo 一般上没有去到200匹以上的 比较少啦 可是这台车是218匹的 还有就是 三款车 不管你哪哪一款都好呢 都有这个代表 Persia的标志性的 狮子獠牙 这也是他们的 Date Time Running Light 从远远呢 辨识度是超级高的 就是所有的新款 的Persia 都会有这一个獠牙 那看了外观跟引擎之后 我们现在看看里面 跟外面 是不是一样也是这么好看 走 进到车内的设计哦 第一眼惊艳到我的 就是这个椅子很柔软 很舒服 而且包裹性也非常的好 再来就是这个Dashboard 科幻感十足 因为从这里你看过去 电眼看这个 它的Dashboard 跟一般的车都不同 它看起来就像那种 未来战斗机那种科幻感 然后整个Dashboard 它是好像围绕在你的驾驶的 所以感觉你驾驶就是 这台车的中心感 还有点不好就是 这台车的压迫感 其实是蛮大的 就算你把椅子抬到最低 如果你的身高是好像我这样子 一百八十一CM高的话呢 这车里面 你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适应 那再来就是这台车 有无线的Apple CarPlay 无线的 Smartphone充电 然后最美最好看的就是 它的这个排档杆的波片 它跟超跑很相似 而且看起来呢 也是很干净 很俐落的设计 那最多人争议的就是 这一个方向盘 很多人讲它太小 也很多人讲它的设计 直接是挡着你的Meter了 其实你只要做好你的位置 调好你的那个方向盘的位置的话 其实基本上它是不会挡到的 而且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的握感是非常的好的 刚才我有小试了一下 当你在高速进门的时候呢 这一个握感 手感给到你是充足的那个信心 来到车子的后座 原谅它是一台 Cross Over的这个Coupe的造型 所以呢 你进门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entrance 这个进口我是比较小比较低的 所以你进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弯下伸直才可以进来 可是进来里面之后呢 头部不要讲啦 因为它是这个设计嘛 可是腿部空间呢 是非常的宽阔 非常的舒服的 还有就是跟前座一样 这个椅子很软 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做长途的话呢 这个椅子应该是OK的 只是呢 镜子小 这里低 那个压迫感 你要去接受这个东西 不过一台好看的车里面就是都是这样子的啦 再来就是 这台车中间这里有冷气出风口 还有两个Type-C的这个充电快充口 所以在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享受到你自己的空间 冷气充足 还有你可以充你的手机 再来就是 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坐着稍微躺下去一点的话 其实它的坐着是比较有一点直的 不过也还好可以是可以接受的那一个角度啦 中间这里拉下来 它可以放手扶 这里一个小空间可以放 Tablet或是放电话都可以 这里还有两个小水杯 机甲的 然后来到车尾这里呢 最多人讨论的就是这两个小耳朵 就是这两个小耳朵 再加上这一个尾灯 所以人家讲它看起来很像Lamborghini Urus 不过我们也不要一直强调那个东西 车子美就是美 当一个东西美的时候你就会讲到它像谁 这也是好处 然后这个尾灯呢 它采用的是全熏黑式的尾灯 所以看起来整台车后面呢 如果是没有开灯的话呢 它是一点点红色的都没有的 再就是我要吐槽的一点 既然你说它是一个cross over 那么至少也给我一个autoboot嘛 对不对 其实它是没有autoboot的 所以我把它开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是要用手来提上来 不过有一次好处就是它两边都有absorber 所以就是你只要把它轻轻来一开一下 它就自动会上去了 还是比较轻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尾箱哦 是同机中最大的一个 而且它的那个入口也是最大的 因为它感觉上就好像那一种toring的车 它这连着镜子一起一起上去 所以呢 我要放很重很大东西的话呢 我可以提到这个位置 但是我才可以采放下去 它更加方便一点 那现在我们来试试这一台来自法国的coupé cross over 所以它的后面的设计是fast fact的 开起来的话到底呢感觉会怎样呢 因为它的车身其实跟一般的车都稍微高一点点的 但是它的离地面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所以它真的是很特别 我可以讲它暂时现在是没有对手啦 so 因为本身我也是在开这法国车的 所以以前我也是有一台旧款的perjot 308 所以其实我对法国车的那个操控 跟那个驾驶体验呢 我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 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试试看这一台全新的perjot 408 所以首先呢就是这个最争议性的stairing 调好 调到那个不会挡到自己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刚好在这个meter的下面 就是了 就可以了 然后你先要习惯一下就是这个series真的是非常的小 所以这个排场普遍呢就是这样子新鲜的拉下来D 就可以走了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去sport mode的话呢 或者你要开快点的话呢就有drive mode你可以调咯 不过暂时还不需要啦 我们先走走看 因为其实这台车呢 它有一东西就是它的隔音是非常非常的优越的 其实呢这台车是后面的bind sport有一点 就是旁边后面的bind sport有一点bind sport的小问题 其余的其实都ok 然后这个submirror也很清楚可以看到 主要是你坐在这个位置 你驾驶这个位置来看外面的话呢 其实是蛮容易控制的 还有就是这个挡风玻璃它真的是蛮斜的 所以你坐进这台车里面 真的是有一种开着跑车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里是一个弯路 但是我尽量在弯里面我就不要减速 来看看这台车它的 它操控在那个弯道的时候 它是有多稳的 那我绝对没有夸张 它开起来跟你开一台Sedan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甚至可能比一般的Sedan还好一些 所以这台车呢 如果你还讲它是一台家庭车呢 它就比较属于是一台 偏向Performance操控的家庭车 brake的方面会比较软一些 所以呢可能你要先习惯一下 不要再做那个Late Braking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先习惯 那我们从这里就下高速公路 然后我会把这个车调去Sport Mode 我们试一下看Sport Mode之后 然后这台车有什么不同 可以一条去直路 这里轻轻按一按 可以从一边那边看到你现在是Normal 在上一格就变成Sport Mode 那Sport Mode之后我可以立刻感到整台车 是立刻变精神了 可以声音也有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同 加速是很猛的其实 可是这个时候这个设计就很好 可是这个时候这个设计就很好 很好的做 它的控制感也非常的到位 其实你基本上你感觉不到这台只有1.6 Turbo而已 它连连不绝的那种马力 它就一直给你 好 前面在弯度 很减速 然后我们进弯 它控制性是非常的好的 Body Road是很minimum的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Sairing就可以发挥到它的好处 就是真的是很小 很容易控制 好 那我们调去 我们的Eco Mode 看有什么不同的分别 很明显 Eco Mode之后 整台车就沉下去的感觉 是立刻 Bloom 这样沉下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Eco Mode呢 就是给你省油 然后给你是Peace的一个Miner 就是可能你塞车的时候 你可以用Eco Mode 那你就可以省掉你塞车的时候 车没有动 就是要它白白花灯的那些汽油 所以很明显就是 如果你在Eco Mode的时候呢 你整体的感觉 就比较是懒散一点的 整台车就是感觉很重 慢慢的行驶 慢慢的开 不过有人会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我不是 我车是快 是有力 可是不一定是我每次都要表现出来的 对吗 所以如果你寻找的是一台 很有个性 很Sporty的家庭车的话呢 408真的是性价比很好 那Stelantis Malaysia呢 为了拿回马来西亚人 对Persio的信心呢 现在反正购买Persio呢 都会给你7年的Warranty 在载车呢 这台车呢 其实最低价 146千你就可以买到了 就是146千多 你可以买到这样子 看起来像300千的车 是不是很值得呢 如果我们想外观的话 那如果现在你问我 Sup 200千以下 在马来西亚市场 可以买到什么 最好看的车的话 在我心中呢 这台车就是榜首 就是冠军 最好看的一台车 那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 所有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Paco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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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